道理愈讲愈明白 真相愈滑愈清楚 这里是愈讲愈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愈讲愈有理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的露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台湾大选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 立法院院长 现在看到立法院院长 韩国瑜当选了 现在韩国瑜上台之后因为他之前的历史原因 或者他的记录是非常之亲共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在担心着韩国瑜上台之后 会对中共开放些什么呢 会不会对统战台湾要更加有利的位置呢 近期看到了因为台湾问题的话 川普发表的一个言论 令到大家担心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对台湾的支持是否有变化呢 但是余茂村先生 叫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都请露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 今天台湾世界的立法委员 2月1号就职和区 是比总统早几个月的 总统113席这些立法委员 韩国瑜就拿到54票 拿了国民党的票就54票 民进党因为他只有51票 所以由石坤就无法选得上 主要也是因为民进党 第二次投票的时候是弃权 弃权的情况就是 哪个票数多就哪个得 就是这样 或者说一下立法院究竟是做什么的 立法院其实是台湾最高的民意机构 就不是韩国瑜一个人决定了 而是要以决一个chairperson这样的职位 他譬如说过一些法律 过预算案 甚至是向谁宣战 和谁签条约 这些这样的职权 是属于立法院 以韩国瑜是要带领着大家去以决 那么立法院可以决定会议如何进行 有时有争议的法案的时候 他是要召开朝野的协商会议的 也都有权去决定 要不要将这些商议进入表决这个阶段 他有权的 他说不表决就不表决了 那么在争议的法案上 立法院也都可以选择拖延 完完全全就不进入另一步了 就是令他胎死腹中 或者是拖延到很久很久 所以的确是他也是有些办法 这个立法院院长是令到一些的议程 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总统又做什么呢 台湾的总统他是代表中华民国 他就是统领全国家的海陆空三军 那么他就按照法律 那这点很重要 一个是依法 他不是自己的 是要按照法律 公布这个新的法律 发布一些的命令 宣布戒严 任免一支高级的官员 另外就行使很多大赦特赦减刑 这些这样的职务 那么他也都是行使这个宣战 和港和之权的 就是要有战争的时候 有一些条约 也都是由他去行使这个权力的 但是以整个架构来说 政府架构来说 整个国家的架构来说 当然就是国家元首 这个台湾总统那个权是最大的了 但是立法院是可以牵制总统的权力 这里讲清楚之后 我们就能够知道 究竟韩国瑜 他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不做些什么 照老乔这么说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 立法院是起诉法案的 而总统是按照法案去行使的 无论是新的法案 或者是旧的法案 他按照法律去行使 这个就是行政部门 所以看来总统最大的祭走 就是立法院 因为他们如果是预算案 军购这些是不过的话 其实对于总统执行来说 是有些困难的 那现在来说 因为是民进党 没办法拿到最多的席位 是国民党最大 民进党是第二 加上就是民众党的八个议席 所以就是这个八个议席 很多人说它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是确实这样的 虽然它今次是放弃了立法院院长的第二轮的选举 法院院长韩国瑜就像石头所说的 他是出名是亲北京的 大家都觉得北京是会利用韩国瑜 在扩大对台湾的统战 而韩国瑜刚刚到没多久之前就表示 他说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是最正确的方向 他也都说亲美和中 是国民党的重大政策 亲美我们很清楚了 什么叫和中呢 这个亲美和和中在现今的潮流里面 或者现今的世情里面 是很难做到的 你是亲美你就没办法和中的了 你是和中你就很难亲美的了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竞选口号 或者国民党上司 在现在台湾越来越反共的民情之下的自言其说 那我们迟一点就会看一下韩国瑜会做到什么 那为什么韩国瑜的争议性这么大呢 那大家最记得他 特别是香港人记得他 就是他在做高雄市长期间 来到香港一头就进去中联办里 去见中联办当时的主任 那接着他也访问澳门去深圳去厦门 也都见了当时的国台办主任 一轮的访问下来 大家就觉得他的亲中立场是非常之鲜明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就是因为他做高雄市长 都没几个月就赶着去和蔡英文竞选 这个做总统 后来输了回去高雄 人民对他非常之不满意 那就以极高的票数弹劾成功了他 那韩国瑜也都是因为他的 个人的作风受到很多批评的 他很懒散的 经常都是喝酒或者打牌 睡得很晚 曾经有一次是见日本的外交团队 是遲到的 那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 那另一方面他又说自己是代表庶民 就是中下阶层那些人 但是自己就去买豪宅 那他这些作风 都是引起很多台湾人 是对他有很大的意见 其实现在有一股反韩国瑜的力量 是仍然是非常之活跃的 但我们会讲过 那还有一件事就是 前高雄市市长爆他 他说他在2001年到2009年之间 在北京大学的政治管理学院 是读博士班 读了9年 不知道有没有毕业 那这个管理学院 这间这样的管理学院 其实就是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一个机构 那从这些的这么多东西加起来看 他无可否认就是最亲中 也是中共最喜欢的一个人 在台湾来说 是中共最满意的一个这样的政客 那国民党选的韩国瑜 其实也是一个险招来的 因为韩国瑜他这么多争议 就是一个政党 我以前都说过 当他任期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要考虑到四年之后 他整个政党能不能够奪得大为 在即平下一次 2028年那次 会不会国民党 仍然有机会竞选到总统之旅之旅 那韩国瑜是深蓝来的 那他是竞选期间 国民党就靠他 巩固了一些深蓝的力量 深蓝的力量就是非常之 就是比较亲中的那些 这些深蓝就是占大概投票人的20%左右 是不是因为他巩固了这些深蓝的选民 就将他放在立委名单的第一名 而成为今次的立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呢 我觉得可能都不是那么简单 可能就是中共是要国民党选他 就是在立法院院长这个位置里面 是要夺得就是这样 就是中共对韩国瑜 他是推捧到出口的 直接撑到出面的 央视在1月25号 就用一个《绝不亲美仇中韩国瑜打响第一枪》 用这样的题目就作了个报道 他支持韩国瑜出任台湾立法院院长 讲到出来 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 也都呼吁两个在野党 就是一个国民党 一个就是民众党要合作 要监督制衡民众党 我觉得大陆讲这些真的很好笑 他们完全没有选举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监督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制衡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在野党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在野党应该合作 那他走出来讲这些说话 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笑 那就是明显就撑到出面了 那这个中共的党刊求是 这个杂志也都是登了习近平 针对台湾的讲话 就说要发展壮大台湾 爱国统一力量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那所以这个和韩国瑜 一直说他是支持这个九二共识 是互相呼应的 九二共识很简单 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 而中国要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 这个是习近平的对九二共识的定义 现在国民党是在野最大党 那韩国瑜也拿到了立法院院长这个位置 那真的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习总说的 可以就是这样去统一呢 又或者韩国瑜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你说 但是韩国瑜有一个最不好的一点 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甚至是被海外的媒体 这个华人的媒体 或者是台湾的联盟 比如美国和其他联盟所注意的 那在星期四的上午呢 几个就是选立法院院长的那一天呢 就有几个民间团体 拿光額去抗议 那其中一个发起人 他叫高凡帅的 他就说 现在对台湾有强烈敌意的中共 就介入这个选举的人选里面 而这个人是这么亲中的 是没有资格坐在这个立法院院长的位置 他还说了一句 他说 国瑜当院长引进共产党 他就这么说 他说身为台湾的公民 现在来说 必须要站出来表态 我们拒绝中国的选择 我们不要中国的选择 而中国的选择就是韩国瑜 那这个人是这么说 另外一个呢 也都是叫台湾陆党 他有一个新闻稿 他就说 立法院院长是民主国家 交流合作的一个领袖来的 国会议长是要坚守民主价值 并与国际上其他民主国家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他说 给一个认同九二共识的人 成为台湾的国会议长 恐怕是中共渗透和统战台湾的 最大的突破了 那么他也都将这个事实 说了出来的了 那么就很特意 就是在搜索引擎里面 居然呢 就是出现了一条 是非常之多人去搜索的 就是怎么样去罢免 一个立法院院长 但是立法院院长 不是那么容易罢免的 那么就也都有很多人解释了 如果真的要罢免呢 是几乎没可能的 除非就是整个国会解散 重选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去 那么多人去 要看一下怎么样罢免他 你就看到有一股力量 在凝聚着的 这个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那么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总统大选之前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就表示20岁以上的台湾人 就是成年人 六成七是不赞成 台湾和大陆是同一个国家 有二成三是赞同 而强烈不赞同的人 高达四成二 就是这个这样的民意 就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 就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么也都说得出 因为由于这个民意 其实以前有很多这些民意的了 有几多个认同自己 不是中国人 几多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 是七十几个百分之以上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就是他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意思就是我跟中国 跟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就是这些这样的民意调查 就表示其实中国共产党 一直在台湾做的 民工武嚇是没有效果 越来越没有效果 很多人以为他们很厉害 怎么渗透啊 经过TikTok啊 怎么渗透啊 小红书啊 跳什么康目三 这个在媒体里面是很多报道 但是这个真的有 它能够做到什么的 真真正正正的效果 可以说是越来越没有 不过媒体是 刚才我所说的TikTok啊 跳这个项目三啊 这些什么帽啊 搞小红书啊 是很重要的 因为就是经过这么多的媒体的暴露 和讨论 才是将台湾人改变过来的 你自己的改变是什么呢 是不是台湾民众的想法改变了呢 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呢 不要打仗 不要有任何的改变 也都不要中共干预 不要中共渗透 那这个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那韩国瑜会不会是上到台之后 违背主流民意 完全跟着中共走 而台湾的人是放过他呢 大家想想 我觉得台湾人不会放过他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公开 很透明的一个社会 就是民意是一部分 那这个国民党在今次来说 也都不是一个很强的第一大党 他只是给加上那两票 原住民的立委的席位 他只不过是多民进党三席 那所以他也都算是很弱的第一大党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制衡力量 但是韩国瑜唯一他能够做到的 就是他搞出很多争议 将来来说会有很多事情 这样就是成为媒体的攻击 或者是关注 或者是辩论的对象 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是在变的 一种来说是越来越反共的 你从所有的民意都看得出 我们以前都讲台湾时讲了很多 这样就是在过去那么多年 比如2019年的反送中 到2020年的国安法 其实推醒了很多台湾人 他们都好像中国大陆的人一波又一波地醒 再加上就是中共渗透得太离谱了 全方位的渗透也都被媒体揭露得很紧 再加上是对台湾的恐吓 譬如南西佩洛西果池 也都推醒了另外一批人 再加上就是整个潮流 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向就是要拦截这个中共 要围堵它 再加上河克兰战争发生之后 整个中国大陆的态度 另外那些小粉红 小粉红都要台湾人醒 其实都居公不少的 他们做了很多东西 很多人对他们反感 就是因为这帮小粉红 再加上其实都非常重要的就是 现在的中共一直这样衰落 而且衰落得很快 我们也都希望今次的23条 香港23条李卡超的所谓的咨询 所有的讨论能够再度这样去摇醒 台湾还是睡觉不醒的人 在国会里面有一个这么亲中的立法院院长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会引起了很多的阶层 不同的阶层的升浪 那这种升浪我觉得是会对 大家对他 对国民党 还有对这个共产党 会进一步这样认识的 那很多人 如果假如今次没有了韩国瑜 很多人如果是很顺利 是游石坤 你说游石坤坐回这里 那大家好像无风无浪 那就过了去 但因为韩国瑜上来 所以大家树起了国 不同的反共的人也好 反对国民党的人也好 民众党或者年轻人 他们是天然独 这些他们都会是 特别的去留意 台湾现在政治的走向的 这个国民党如果他下一次 2028年还要选的话 其实他真的要想一想 他的基本盘基本上就是30%多 这次出进的了 韩国瑜觉得他也很有功劳 如果没有他出来 把那些深蓝的 是拱固了之后 可能没有30%多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世界变得很重要 如果是国民党没办法跟着这个世界潮流 没办法越来越符合台湾 特别是年轻人的意愿的话 他这个党也都很可能 很快脆 也都是irrelevant 就是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了 现在这个共产党 刚才说了 他衰落得很快脆 那么台湾人也都要去想想 究竟他们还要不要跟着一条沉着的船 也或是按照蔡英文既定的方向 走向世界 我觉得答案都其实很简单的 我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正如拜登一样 在拜登上台之前 其实都看到了他和中共都相当相当之熟乐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经常都说 他和习总单独见面有20多小时 什么都知道他 什么都知道他怎么想 最后现在看到了他三年来的执政 其实他都是走回比较强硬的路线 起码了 虽然是不尽人意 但是都叫做企稳立场的 那么韩国瑜呢 韩国瑜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真的能不能做到事呢 你说 那我也都觉得台湾由于它民主的政体 它越来越透明 在资讯方面是没有什么阻碍的 要看到什么都看到了 另外就是整个监管的意识和监管的机器 那个制度都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是不可能做到什么的 你说他不做到什么 其实都可能做事的 比如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了 他做立法院院长 他是有办法去牵制整个的决定的 比如说军售案 美国要台湾买些东西 台湾要向美国买些什么军地 那么国会在他领导之下呢 他就不去决定 延迟决定 延迟到美国说我不是给你了 你拖太久了 这个是国民党一向在做的事 不是现在 所以韩国瑜可能在这方面 会用这些这样的政策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他会拉队去中国访问 那这个也都是不用他拉队了 可能中共都会去请他过来访问 不过他去访问也都好像马英九一样 马英九去制造那次受到强烈的批评 马英九选前再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 结果就是全球哗言 全个台湾哗言 民调显示75%以上的人 是完全不赞成 马英九说要信习近平这句话的 今天马英九其实的政治传途 就完全就是终结了 现在来说就不会再有什么作为的了 特别韩国瑜都不可能 给马英九有什么作为 之间的斗争都不会 令马英九还有一直之位的 那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制造呢 所谓的制造都被人矮化 而韩国瑜被矮化的可能性都挺大的 如果韩国瑜去访问中国大陆都很麻烦 你说如果你说自己是台湾的立法院领导人 那就是认了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那你就不用回台湾的了 你就留在中国大陆了 你是这样去矮化台湾的话 你台湾回到去 你会被所有人攻击到体无原腹 但是如果你说要顶住 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头衔去访问 中国大陆呢 那中共能不能够接受呢 在中共来说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是完结了了 没有中华民国的了 他们只是正统的嘛 那你顶住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这个头衔 他怎么可能是被你这样做 所以这个都是言不正 明不顺 那就看看这件事是否会发生了 那另外一个说到呢 就是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和民众党都说 会重启和中共协商 这个商贸和服贸 那这件事其实就是 在马英九期间 他要和中国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 当时讲台湾人很害怕 就是中共是会用这两个方式 就完全就是令到台湾依赖他 那就是台湾没有了主权的了 那当时就发生了太阳发行运 之后就整个服贸的协议 就各自到现在 那如果韩国如果他够胆 现在来重体这个服贸和这个商贸的话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个 就是好像太阳花运动之类的事情 会发生呢 当初马英九的年代 已经没有那么反共 都做不成 现在台湾越来越反共的情况之下 那韩国瑜又又憑着什么 会做得成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他够不够胆提出 都是一个问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现在 就是蔡英文是很成功的一件事 就是国会外交 那很多的全世界的议长 那些西方的主要的议长打卡 排着到去见蔡英文 另外也都去跟国会有一个互动 台湾的国会 但是韩国瑜会不会阻碍这件事呢 有可能的 他可能就不赞成 或者是轻风作浪 不让台湾的议会 他跟西方有很多的交流 不过呢 就是美国来说 你看一下他台湾一选举完 总统选举完 他就派了几个代表团去 你就知道 美国是不会那么容易 给你一个韩国瑜 小小的韩国瑜 去把弄这件事情的 那美国太多的事情做 就是如果立法会 真的有点阻滞的话 他直接就跟总统直接对话 去行政院 跟行政院直接对话 他们有足够的官僚 在这两个的层面 直接的对话 然后降空立法院 所以这些东西 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呢 我觉得都不会 立法院那么多议员 就是有50一个 民进党的议员 都不可能被韩国瑜 那么容易达成做这件事的 那民进党都很厉害 他就在过去8年 就搞了很多国会的改革 比如他有一个国会的频道 这个CV非常之像西方 那些港媒到明 就党团协商的会议 全部录影录音 给一些公民记者 进去访问 那就落实了国会公开透明 那人都知道国会 他们的讨论 是讨论了些什么 如果你监管 你随时可以监管 这件事非常之重要 就乃清德来讲 他现在是一个一国的总统 他当然希望各党 都能够理性沟通 大家合作 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党派一致地去为台湾 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中共是有意在从中作感 那乃清德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 因为他做什么都会和你作对 现在中共认为他们可以利用一个人就是韩国 所以现在来讲 赖清德可能会比以前 就是民进党或者整个台湾 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就是向公众公开了 整个国会究竟讨论的是什么 他们的议题的焦点是什么 大家没办法有一个共识的是什么 这些真相是最有力的 然后就是因为这些真相 才会牽动了全民的讨论 从而迫使他们 他们投票的立委作出改变 利用民间的力量民意来制衡议会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我们到时看看作用去到哪里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会放在会员网里面 那么大家点击下面的链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会员网 看完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了 多谢大家 记得去会员网 大家多谢观看 感谢观看